欢迎各位再度回到课堂上来 这一堂课我们要讲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故事 这一章可分为五个段落 首先是文士和法利塞人以淫妇来试探耶稣 其次耶稣是世界的光 第三是耶稣警告不信者的下场 第四是耶稣辩论真自由与真子孙 最后是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前已存在 首先第一段故事 文士和法利塞人以淫妇来试探耶稣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 耶稣在前一天晚上退到耶路撒冷东边 约十二公里的赶南山上去 隔一天一大早又回到圣殿 一大群人就来到了耶稣跟前 耶稣就和当时的老师一样坐下来 传道授业还有解惑 授课进行当中 那文士跟法利塞人就带着一个行营 行营的时候被抓的女人来见耶稣 并且叫这个女人站在群众中间 他们就试探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营之时被拿的 摩西亚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四到五节 约翰特别著名这些文士和法利塞人 居心不良 他说 他们说这话来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这是第六节 摩西律法规定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营 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 这是根据生命纪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 还有立位纪的二十章二十节 摩西律法下 那个犯奸淫罪的人难逃 被石头打死的严厉制裁 根据生命纪的二十二章二十节 我们必须要了解 他们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 所以无论耶稣回答 应该或不应该 就会陷入圈套而成为把柄 要是耶稣回答说不应该猝死 则他们可以告耶稣 不尊重摩西律法 那若耶稣回答说应该猝死 他就立刻侵犯了罗马律法 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 并未享有猝死他人的权柄 各位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一节 那耶稣面对左右为难 进退为谷的处境 却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 他就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这是第六节 然而他们不住地问他 这是第七节 我们可以想见 一群人围着耶稣 不断地吹出他 回答 你说 最后耶稣就指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这是第七节 说完了之后 又挽着腰在地上继续画字 这是第八节 好了 这句话 是否教导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而无权定他人的罪呢 其实不然 首先 只有目睹犯罪事实的证人 才可先下手 以石头打他 各位请参考生命纪的 十七章第七节 其次 行淫的奸夫与淫妇双方 须一并致死 各位 刚刚说过了 生命纪的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 以及立位纪的二十章第四节 他们只拿淫妇 却自意宽容兼妇 显示了 他们根本不在乎遵行律法了 耶稣早就洞察他的心机了 暴露他们的假冒为善 那就在耶稣弯腰在地上写字之际 试探他的人 纷纷知难而退 他们并非是良心发心 而是诡计被揭穿了 他们从老到少 逐一地离开现场 好了 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 站在群众中间 这是第九节 耶稣就问妇人说 没有人定你罪吗 妇人回答 没有 耶稣也没有定这妇人的罪 因为耶稣并非是目击证人 那就摩西律法来说 耶稣也不能定他的罪 但是耶稣是神 能洞察人心 他知道这个妇人的确犯了奸淫罪 所以嘱咐妇人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十一节 第二段故事 耶稣是世界的光 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到二十节 耶稣接着就对圣殿里的听众传讲 祂是世界的光 祂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是十二节 此处的跟从这个原文的意义 有持续不断的跟从的意思 那光与黑暗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 光代表真理 黑暗则代表谬误与无知 人若在光明中行 也就是在真理中行 便能与神相交 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七节 那说到这个光 也追溯到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时 出埃及西的十三章二十一节 那个时候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那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那在这纪念旷野漂流的住棚节里 耶稣的光照亮生命的道路 耶稣曾经说过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跟从耶稣便是走在救恩的道上 最终将得着永生的生命 让我们来归纳这个经节的真理 第一点 人处在黑暗中 第二点 基督是人的光 第三点 若要得着这光 人必须要跟从耶稣 然后第四点 正如以色列人日夜的跟从 云柱跟火柱 人也必须天天跟从耶稣 第五点 持续跟从耶稣的人 必能得着生命 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 你为自己做见证 你的见证不真 十三节 那根据摩西律法 必须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人 才可定案 各位请参考 生命纪的十九章十五节 还有十七章第六节 然而 此时耶稣却说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 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十四节 那因为耶稣随后 就会为此生命 加以厘清 他后来会说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 还有猜我来的父 也是为我做见证 好 我们继续看 十五到十八节 法利赛人的 只凭人体的感官 肤浅的判断人 那耶稣的判断是根据 事实做出明确的判断 而且他的判断 乃是与父神联合 这判断不是根据 肉体感官 乃是根据 属灵的真理 为了公平的审判 摩西立法有规定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那更何况 圣父跟圣子 两位合一 神的见证呢 好 我们继续看十九节 法利赛人跳不出 那固有属世的思维 就继续追问 说你所提到的那位父 到底在哪里呢 那耶稣并未正面回答 他们的问题 他们不认识耶稣 也不认识父 那若要认识父 就必须先认识耶稣了 因为耶稣与父 原为一 根据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 我们想到了当斐利与耶稣 要耶稣显父给他看时 耶稣就说了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八章的二十节 约翰介绍耶稣教导的地点 是在圣殿里的库房 那是放奉献箱的地方 犹太人在此投币奉献 各位可以看马可福音的十二章 四十一到四十节 此处是个公共场所 也非常接近犹太公会 若要下手逮捕耶稣 可谓轻而易举 因为时间人掌控在神的手里 时机尚未成熟 没有人捉拿耶稣 好 第三段故事 耶稣警告不信者的下场 现在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二十一到三十节 首先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耶稣继续对他们说 他要去的地方 其实就是天堂 他们不能到 那凡不信基督的人 必要死在罪中 这是根据二十四节 那这是指属灵上的与神隔绝 所以就无法上天堂了 好 二十二节 犹太人就取笑耶稣了 难道他要自尽吗 这个犹太人相信自杀了 是极重的罪 足以使人吓到一般人 无法到达的地狱深渊 那耶稣的解释 他们是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 人处于这属世的世界 而耶稣是来自于 那个上头的属灵的世界 耶稣再次的强调 他们要死在罪中 他说 你们若不信 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二十四节 其实那个基督一词 并未出现在原文里 耶稣清楚地表达 人若不信 我是必要死在罪中 我们想到 我是就是I am 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里 耶和华所宣称的 我是自有永有的 I am Who I am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令人惊讶的是 那犹太人还不明白 耶稣的意思 他就继续追问 你是谁 耶稣从起初 基于小遇 他们许多真理 但刚硬的心 使他们无法领会 耶稣曾再三地宣告 他是天父的儿子 是活水 是生命的粮 是世界的光 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那位天父是真实的 那耶稣的话也是真实的 因为他的话是从天父而来的 但是多说无意 因为他们耳朵已经发沉 心里已经被自由蒙蔽 仍然无法了解 耶稣是指着天父而说的 那为了让他们明白 他就是旧约预言中的 那位弥赛亚 然后他说了 这是二十八节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 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举起乃是钉十字架而言 是耶稣受死的方式 各位可以参考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那在耶稣受难之后 众人必知道 我是I am 那这个基督一词并未在原文里 所以耶稣仍然在阐述他的神性 他们现在无法明白 耶稣就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那直到耶稣死了 埋葬了 复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 彼得讲了一场精彩的道 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各位请看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六节 那时候许多犹太人才恍然大悟 耶稣就是旧约预言中的明赛亚 那耶稣再次强调他的言行 不是凭他个人 乃是遵照父神的旨意 他不是独自一人在地上 而是有天父同在 二十九节说 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那这里的常英文是always 所以这句话应该要翻译做 因为我总是做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没有一次不做父神喜悦的事 他是绝对完美的 因此才可成为无瑕疵 无玷污的待罪羔羊 彼得前述的一章十九节 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节 耶稣说完这些话之后 虽有许多人起初信他 但当耶稣进一步地解释 他的弥赛亚身份和任务之后 他们即见风转舵 甚至离弃厌恶恶基督的信仰 让我们继续看 耶稣辩论真自由与真子孙 接着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一到四十七节 耶稣此刻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持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三十一节 这是根据新译本的翻译 真正的门徒从上知行合一 正如雅各所言 这是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二节说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耶稣讲论自由 那其也隐喻捆绑 他接着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三十二节 那这句话就到处了若干事实 首先第一点 有一套道德与宗教的信息 称之为真理 其与假道理截然不同 第二点 人处于受捆绑的状态 那唯有真理 能使受捆绑的人得自由 第三点 为了要使真理产生作用 人必须晓得真理并加以应用 各位可以参考 加拉太书的五章第七节 好 我们继续看第三十三节 那犹太人立刻回答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未沦为奴仆 何须得自由呢 其实犹太人的确是亚伯拉罕 血统上的后裔 但是从历史角度而言 他们先是在埃及做奴仆 继而成为巴比伦 波斯 还有希腊帝国的统治下的俘虏 而如今就是那个时候了 正受制于罗马帝国的管辖 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那耶稣所提到的自由 乃是就属灵而言 然后他接着说了三十四节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是自由之身 而是受制于主人 而且在主人的家里 并未享有永久居留权 主人的儿子才享有永久居留权 以及财产的继承权 而且儿子也有权教奴仆得自由 耶稣在此表明 他有赦罪的权柄 使罪的奴仆从罪中释放得自由 我们继续看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虽然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他们却没有表现出该有的气度 他们企图要谋害耶稣 因为容不下耶稣的道 耶稣的道其实是神的话 因为那是从父神那里得来的 这是三十八节 而神的话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 只有真理也就是神的道 才能使人得自由 耶稣所说的是从天父那里看见的 而犹太人所行的是 从他们的父那里听来的三十八节 耶稣后来才揭示他们的父就是魔鬼 我们待会在四十四节可以看得到 但此时犹太人仍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说了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这是三十九节 旧血缘而言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旧行为而言 他们不配称为亚伯拉罕的儿子 希伯拉罗作者就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的行为是根据他的信心 希伯拉罗的十一章第八节 耶稣就告诉他们 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应该学习 亚伯拉罕凭信心的行为 耶稣传扬从父神那里听来的真理 那犹太人却想要杀耶稣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这是四十节 自然也不是亚伯拉罕子孙该行的事 耶稣就说了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到四十一节 犹太人仿佛明白 耶稣谈论的是属灵上的父 所以他们接着说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此处的淫乱并非是肉体的淫乱 而是偶像崇拜 谁从外邦人的神行邪淫 根据出埃及记忆的三十四章十六节 犹太人强调他们是父神正统的儿女 只侍奉天上的神 我们继续看四十二到四十三节 耶稣就告诉他们 若父神是他们的父 而耶稣也是来自于同一位父 那犹太人必定会爱他才对 但如今他们想杀他 可见犹太人的父不同于耶稣的父 那耶稣是父神派来的 犹太人弃绝耶稣就等于弃绝父神 那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 是因为他们听不进去 四十三节 就是根据新译本的翻译 当人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再明白的话也无法进入那蒙的 自由的心 根据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十四到十五节 耶稣此时就直接了当指出 谁是他们真正的父 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 魔鬼 因为他们的私欲与魔鬼相同 魔鬼的私欲与其本质有关 那耶稣就提到魔鬼的三项本质 他是杀人凶手 是不守真理 是说谎者 魔鬼起初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 然后死又是从罪而来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 所以魔鬼是名副其实的杀人凶手 犹太人想杀耶稣 那暴露了他们的父 也就是魔鬼的杀人本质 我们继续看四十五到四十七节 说谎者不守真理 那自然不信耶稣所传讲的真理 耶稣就问他们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二十六节 耶稣若只是个凡夫俗子 必定不完美 那犹太人并能找出他的罪证来 但耶稣是神的羔羊 虽然犹太人极力寻找 也找不出任何的罪证 他们不信耶稣传讲的真理 就等于不听神的话了 因为他们不是出于神 这是四十七节 我们想到了耶稣曾经对尼哥迪姆说 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这边说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好我们继续看第五段故事 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前已存在 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八到五十九节 首先我们来看四十八节 犹太人不止不信 更对耶稣做人生攻击 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 并且是被鬼附身的 犹太人生来蔑视撒玛利亚人 因为他们不是纯犹太血统的民族 而是犹太人跟亚述人通婚的后裔 称耶稣是撒玛利亚人 充分显示他们蔑视耶稣的态度 此外 他们指控耶稣是被鬼附身乃是反击 耶稣称他们是魔鬼的儿子 这是四十四节 但如此污蔑耶稣 与亵渎圣灵无异 各位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十二章 二十二到三十六节 好 我们继续看四十九到五十节 犹太人说耶稣是被鬼附身 不仅是侵灭耶稣 也是对父神不敬 耶稣曾经说过了 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 耶稣本身尊敬父神 而人若要尊敬父神 就必须尊敬耶稣 有一点要值得思考的是 许多人以为伊斯兰教 犹太教与基督的教徒 都是拜同一位神 然而他们并非都尊敬耶稣 我们要知道的 不尊敬神的儿子 也就是不尊敬父神 耶稣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 这是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节 他也不求自己的荣耀 然而天上的父神会荣耀耶稣 以及断定是非 耶稣接下来与实实在在一词 显示接下来的话极其重要 他就说了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 五十一节 耶稣曾经说过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 四十七节 然后现在说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 如此可以显示 耶稣的道就是神的话 而且不只要听 也必须遵守 才能永远不见死 当然这边的死是指 属灵上的与神隔绝 各位可以参考 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耶稣这句话可以归纳出三点真理 第一点 这边说人 这应许是给世上的每一个人 若遵守我的道 所以这个若是个条件 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 然后第三点 永远不死是指永生的应许 五十二到五十三节 这番话使得犹太人更确定 耶稣是被鬼附身 以致神智不清 因为他们误以为 耶稣谈论的是肉身的永远不死 所以他们挑战耶稣说 亚伯拉人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遵守你的道的人就永远不死 那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 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人还要大吗 我们想到了 在雅各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也曾经问过耶稣 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二节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那个时候他说 他是指他雅各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尚未认识 耶稣就是弥赛亚所致 耶稣就回答他们 他并非荣耀自己 乃是父荣耀他的 五十四节 那犹太人自以为认识父了 但耶稣却说 你们未曾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五十五节 好 耶稣这边用了两个不同意义的认识 那前面这个认识 希腊文叫Ginosko 后面这个认识 耶稣的认识是Ado 那前者的认识是经由学习了解的认识 而后者是本能的认识 所以耶稣对父神的认识是本能的 是直接的 不需要经过后天学习的 而犹太人到目前为止 尚未得知有关父神的真正知识 因此他们未曾认识他 然而要认识父神 我们就必须先认识耶稣了 根据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也必须遵守他的道 这是这边的第五十六节 耶稣现在要回答 犹太人之前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们在五十三节那边有讲到说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 好 耶稣要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说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这个要追溯到耶稣当时的两千年前 耶稣以耶和华的身份 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些日子 各位可以参考创世纪的十八章第一节起 好 五十七节 犹太人当然不了解这句话的意义 于是他们就问耶稣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 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这个五十岁是他们猜测的年龄 事实上耶稣当时是三十三岁 不可能见过活在两千年前的亚伯拉罕 但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这是五十八节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亚伯拉罕尚未出生以前 耶稣就一直存在 你看这句就有了我 就是I am 就是我是的意思 也就是在初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里 耶稣所说的 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犹太人他们听得懂 他们岂能容忍耶稣自称之神呢 于是他们要拿石头打他 耶稣却躲藏 从殿里出去了 五十九节 这个也象征神的荣耀离殿而去 各位可以参考 以西结书的十章十八到十九节 耶稣多次处身险境 在众目睽睽之下 躲过死亡的威胁 这一次呢 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 他却能够轻易闪躲 而从殿里出去 之前他也曾在拿瑟勒城 被同乡人带到山衣牙 要把他推下去 但他却从他们中间执行 然后过去了 记得在路加福音的四章三十节 那么在接下来的修电节 犹太人又因为耶稣自称之神的儿子 要拿石头打他 那他们也要拿他 他却逃出他们的手 走了约安福音十章三十九节 这些事迹一再地显示 耶稣掌控一切 使敌人的威吓 无法得逞 另外 当门徒犹大 领了一队兵要捉拿耶稣 然后耶稣一说 我就是 然后他们就退后 倒在地上 约安福音十八章第六集 耶稣的勇者无惧 以一副当官的威严尊荣 震撼了一群强悍的士兵 好了 当我们面对基督的敌人时 除了是要灵巧向蛇 训良向鸽之外 有时候也要表现出该有的勇气 让他人知道我就是基督徒 事情有所为有所不为 违反神明的事一概都不做 以坚定充容的语气 使敌人知难得退 感谢各位的耐心听讲 也愿神祝福各位在神的知识上 努力成长 在道德勇气上加添力量 在永生的路上大步前进 我们期待下一堂课 再与您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范